只是反观中国大陆的疫情最近持续升温 但他们依旧要贯彻清零 中国大陆的防疫政策虽然还是坚持动态清零的方针 但是有做出了一些最新的调整 那么对于路径者来说呢 最新的调整是说已经从过去的7加3 改为现在是5加3 另外还有就是登机前的48小时之内 你只要做一次的核酸检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切的调整呢都是在昨天 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之后来进行的一些改变的 那当然这场会议里面呢还是强调几个大原则 包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坚持动态清零 另外还有就是反对克服刑事官僚主义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纠正所谓的层层加码 就是说过去可能是中央公布了一道政策 但是一道的地方政府又不断的叠加其他的防疫措施 导致于这个民众感觉是说防疫的限制很多 但是现在这一点是要纠正的 还有也要反对过去一刀切的做法 他们要求防疫也是要有温度的 那么另外呢还就是要落实四早 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及早发现疫情的源头 只要有出现有确诊的病例就赶快的去防毒 这个是他们最新公布的 另外也规划说到了2025年的时候 全民要用所谓的电子健康码 那里面呢就是会建立一些数位化的基础建设的体系 那包括说互联网还有医疗健康的服务会绑在一起 那主要要规划了八个任务 那专家来说呢就是说以后你可能去看医生的时候 你只要扫这个码 医生就可以看到你过去的病史啊 用药记录等等的 那对于有些人会怀疑说 这样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外泄呢 有专家则表示说 其实只有医生看得到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习近平说现在防疫要有温度 但现在又传出有近三万名师生 因为疫情被封在学校 大陆的疫情在今天是新增破万例 各个省份都有传出有确诊病例 那么在郑州的部分呢 传出这里有一座是航空工业管理学校 有三万名的师生 因为防疫的关系 现在通通被关在学校里头 就很需要一些防疫的粮食 还有民生物资了 那么校友总会甚至有写公开信说 已经防控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希望能够发挥各种优势 尽早恢复正常的学习工作 来为生活秩序做出贡献 但是这样子非常强硬的隔离的封锁 防疫的手段 是不是导致了一些争议呢 要来看到就是之前在富士康厂区 传出因为强力的封控导致有员工逃难出走 那么现在呢又有一名自称是外逃企业家的人 他在推特上面上传了这一张照片 是说这怀疑是之前富士康员工 来不及带走的家当 全部都往窗外丢 结果堆了两层楼高 但是呢河南日报倒是公布了一段 有政府派出了垃圾轻运工 来这个富士康厂区来打扫的画面 看起来官方还是想要来否定 在个网路上的这些传言 现在中国大陆甚至有部分的省份都颁布了 要全民戴口罩来防疫 好现在可能有很多人出门的时候 没戴到口罩你还会觉得很不习惯 那在中国大陆呢 他们就再次的强调了 口罩之余防疫是必备的应尽的义务 那么他们呢是发起了一种 说全民戴口罩的文明行动 那么说现在的防疫形势 是非常严峻复杂的 那么为了加强你个人的卫生防护 还有社会面的防控 也要展开全民戴口罩的文明行动 那包括在湖南省的常德市的高新区 他们的防控指挥部还定出了三个原则 包括说是应戴近戴凡近必戴 就是说如果你进到室内的场合 是一定要戴的 还有规范佩戴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戴口罩的时候 就是必须要自己主动的来 和他人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那有颁布类似公告的 还包括在山东的昌义市 山东的七霞市 还有陕西的泽水县 那可以看到呢 到现在还是非常的 官方还是非常努力的强化大家 戴口罩的意识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